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接着看下面的文字 凡与极善 绝不可寻耳目 唯从心语 隐微处 默默喜听 纯是济世之心 则为端 苟有一好 昧世之心 则为端 纯是爱人之心 则为端 有一好 愤世之心 则为端 纯是敬人之心 则为端 有一好 万世之心 则为端 戒当戏变 这一段 告诉我们 这个端根曲的辨别 我们 发心 要想修善 发心 要想积德 决定不能被耳目所欺骗 眼睛喜欢看 耳朵喜欢听 要随顺这种贪心 那我们就错了 必须从其心动力 隐微之处 将自己的心 习得干干净净 换一句话说 绝不能让邪悟然了清净心 这个佛经里头常说 佛在《诗善业道经》里面 教我们修学的纲领 佛讲 昼夜常念善法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不容毫分不善夹杂 跟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完全相同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心完全清净 所以全是既是旧人的心 这就叫止 里面决定不夹杂 一丝毫的委屈 这个委屈就是自私自利 他底下举的例子好 如果有一点点讨好世俗的心 那就取了 就不值了 端是端直 但是佛家所谓的执行是道场 辽凡先生在此的一种端 端就是执 端心就是执行 那么端的反面这是取悦 你心里还有一点讨好世俗的心 这个错了 全是爱人的心 这个爱人就是佛家讲大慈大悲 这个爱里头没有情 如果有感情就错了 这个爱是亲近的爱心 平等的爱心 真诚的爱心 这个是端 如果这里面还有丝毫 怨恨不平 怨恨不平 这些地方非常威惜 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看厌 我对人对四对五 还有没有讨厌的 还有没有不喜欢厌倦的 如果还有这些念头 我们发的心啊 这个心是取 这心不是端 就是不是执行 菩提心的心体 执行的 你看起心论里面讲的 执行 身心 大悲心 这叫菩提心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 真正觉悟了的人 他的心 他的心是执行 自受用呢 是身心 身心是好善好得 那个善在前面讲过了 什么叫好善 涅涅 利益 别人 涅涅 利益 众生 这是善 如果里面掺杂者 有自立的念头 这就不善了 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要不能搞得很清楚 很明白 真的 古人所讲的 你自以为是修善 殊不知在造孽 所以 你修行多少年 你都没有办法改变命运 你都得不到好的成绩 毛病究竟发生在哪里 自己不知道 所以了凡四训是一本好书啊 仔细去读 读了之后 细心去揣摩 认真去反省 于是自己就明白了 知道怎样修善 怎样积德 全是恭敬别人的心 这个两三年来 我们提出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无论是顺境逆境 善云勿远 都不把它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只有一个爱心 一个感恩的心 这是段 假如颤扎丝毫 万弄世人的心 那就是去路 这些地方 应当细细的去辨别 下面给我们讲什么叫阴阳 何为阴阳呢 这个善有阴善有阳善 凡为善而人不知 这为阴善 为善而人不知 这为阴善 这为阴德 阴德天报之 阴善想事明 明以福也 你现在修 现在已经把福就相尽了 明者造物所济 是知想圣明而实不服者 多有其祸 人之无过就 而恒被握名之 子孙往往俱发 阴阳之际 威亦在 这一端说的好啊 阴善跟阴善呢 好懂 比前面呢 这个端曲容易懂得多了 阴是完全邪露出来 你做的好事 人人都知道 报纸上表扬你 电视节目也在传播 在赞扬你 你所做的这些好事全都爆掉了 阴善呢 你做的善事没有人知道 自己也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 这个好啊 这个叫阴德了 集阴德 阴德天报之 你将来得的果报 得的果报殊胜 得的果报成员 如果是阳善呢 人家赞叹赞扬你 恭敬你 这就对是果报啊 这都爆掉了 我们今天一般社会人讲知名度高 提起来没有人不知道你 这也是福啊 这都爆掉了 实在讲呢 不是一个好事情 可是古人有所为 设置名归 你真有实德 自然有人赞叹 你藏的在野迷 总会有一天被人发现 被人发现 人家就会赞扬吧 比如近代的印光大使 印光大使一生修善积德 基因的没有人知道他 到他老人家七十岁的时候 有几位居士 徐卫如这些人 这民国初年这些大知识们 都是有学问有道德 他们去朝葡萄山 在葡萄山 藏经楼遇到印光法师 这的印光法师 这个法师的风度 言谈 跟一般出家人不一样 于是常常亲近他 常常向他请教 才知道这个老法师真的有得也 他们回到上海 写了不少文章 在报纸、杂志上发表 和于是印光大使的大名 就这样传出来了 这不是印光大使委托他的 是他们这些人 真正见到这样一位高僧大德 普遍向广大群众介绍 这叫顺之名归 这个名不是虚名 真有实德 我们要明了 辽凡先生接着说 明者造物所积 天地鬼神都积会 所以明不是好事情 出明不是好事情 是指向盛名而实不符着 都有其后 这在历史上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社会上 你仔细去观察 心事暴华 心事暴华 知名度很高的人 他没有实德 往往他遇到 一想不到的灾害 那么在世界上 这个想盛名 最容易出名的是哪些人 在中国在外国 大家都知道 电影明星 最容易出名的 最容易出名了 他出名 那也是福报 如果他没有实德 确实 往往遇到异想不到的灾难 我们看到中国外国的大明星 有名的明星 真正能得善终的人不多 廖凡先生这句话 有应验 不仅是营聚界 任何一个行业里面 如果没有真实的德行 他这个知名度越高 潜伏着异想不到的灾害的机会也欲动 这个我们要知道 人无过就而横被握名成 这个人没有过失 是个善人 是个好人 行善既得 而被别人 误辱 被别人 误会 握名广播 大家提到这个人 都骂他几句 这倒是个好事情 好在哪里呢 他的罪账爆掉了 每个人看到他 瞪他一眼 骂他几句 这也是古报 把他无时戒以来的罪账都爆掉了 子孙往往自发了 他的儿孙往往忽然之间发达了 那么也有少数自己万年佛报现前了 因阴阳之际 阴阳之际 唯一哉 这个阴得阳得的国报 非常伟妙 不能不加以辨评 所以我们这个断卧修善 急功 瑞德应该怎么做法 自己就明白了 下面第四端说 何为是非 善有是有非 先生举历史上的一个例子 鲁国之法 鲁国是春秋时代 孔老夫子的故乡 说奴人 有赎人 臣妾于诸侯 借受金于府 这是鲁国的法律 鲁国的人 有的时候穷困 被人家卖到别的国家去 做奴辈 有人能把这些人赎回来 鲁国政府里头 有奖金给他 说子贡熟人 而不受金 孔子文儿 物之夜 此事之夜 子贡是孔子的学生 他熟人 熟人回来之后 不接受 政府的奖金 孔子听到了 责备他 刺是子贡的名字 是你错了 错在什么地方 下面就说了 负圣人 可依一封一书 而教道可施于悲信 废独施己之行也 这孔老夫子教训说 你为什么错了 圣贤人做事情 他有一个原则 他有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是 决定可以 一封一书 换一句话 帮助社会 改良 不好的风俗 这个事情可以做 能够教化白信 给白信做榜样 现在我们在各地讲经标的一个题目 学为人私 行为示范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所学的 一定能够为社会大众做表率 我们应当要学 不能为社会大众做表率的 我们不学 我们不浪费那个时间 不浪费这个精力 换一句话说 一定是利益社会的 利益众生的 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学习 能够为社会大众做榜样 做模范的 这个事情我们要做 只供熟人而不受金 不足为世人做榜样 所以孔劳父子责为他 非独是己之心 不能随自己的爱好 我喜欢这么做 不可以啊 你要顾全社会大众 所以今 如果富者寡而贫者众 他就讲到现前 如果这个社会 富贵的人家少啊 贫穷人家多啊 受金则为不灵 你要是子供熟人吗 借这个奖赏 好像自己不连接了 这种影响太大了 何以相熟乎 还有谁敢去做熟人的事情 这是被子供破坏了 换一句话说 要懂得圣人的意思 子供熟人 一定欢欢喜喜 接受政府的奖励 鼓励 这个大众 有钱的人 把自己过家的人民 在外面做奴贝的 都赎回来 这才是好事情 你今天熟人不接受奖金 以为自己很连接 接受奖金就不连接了 对你自己来说是说得过去 但是对于整个社会封锁来说 没错了 所以自尽以后不服熟人 去诸侯也 这个诸侯是别的国家 还有谁去熟人呢 由此可知 圣人的标准 跟一般人是非标准不相同 下面又举一个例子 子路 真人云利 其人以谢之以牛 子路受之 孔子喜悦 至今卢国 多真人云利 孔老父子眼光 子路也是孔父子的学生 他看到一个人掉在水里面 快淹死了 他下水把他救起来 这个人会对他非常感谢 送一头牛 去谢谢他 子路接受了 子路没有拒绝 接受了 孔老父子听到了很欢喜 孔老父子说 至今之后 卢国就会有很多人 在水里面去救那些快淹死的人了 为什么呢 接受人家的报酬 这两桩事情 自素眼观之 是 子公不受金为幽 这是有值值的赞叹呢 说子路 只受牛为烈 这是 比不上子公 可是 孔子 此则 去游 而 主 此也 孔子 他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 赞叹子路 游是子路的名字 是子贡的名字 是子贡的名字 乃之人之为善 不论信行 而论流弊 不论一时 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 而论天下 这三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要牢牢的记住 我们行善 这个善的影响 面要广 时间要长 这个善就是 这是大善 如果影响的面很小 影响的时间很短 这是小善 那在这个 这一段里面讲 非一善 所以 不论信行 而论流弊 这个流弊用今天讲 就是影响 不论一时 而论久远 绝不在一时 它影响的时间长 不论一生 这个得的利益 利益 不论一生 而是叫天下人受益 这个善就是 信心虽善 而且留作于害人 则 是善而是非也 子负 子贡的例子 就是这个 他现行做的善 好像是个善事 但是 他留下了不好的影响 这个影响 会阻碍许多人 去熟人 去熟人回国 你阻碍别人说 那你不就害了人吗 所以这是 是四善 而是非善 这个离生 能够见到的人 不多 这圣人见到我 信心虽不善 而且留作于寄人 在非善而是事也 子录就是如此 子录救了个人 人家送他一头牛 他就接受了 好像是不善 但是 他这个能影响别人 使其他的人 听到子录这种行为 他看到别人掉水了 也会很勇敢的下去救人 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善 奢在他身上 然 此就一皆之论而 这是举这一桩四情来说 他如非义之义 非理之理 非信之信 非此之词 皆当抉择 这个是非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都要懂得 那么什么 叫做义 什么是不义 我们都要有能力去辨别 什么是理 什么是信 什么是真正的慈悲 在这个里面 比如说 有一个人做坏事 做卧室 决定要惩罚他 绝不能够宽恕他 有人 宽恕了这个罪人 这个事情算不算是意义呢 你一定要观察这个人 假如这个人 做错事情 被宽恕这个坏人 他反而胆子更大了 他将来会做更多的坏事 使许许多多人受害 那么你这个宽恕是错误了 如果你要是警戒他 惩罚他 他以后不敢做坚犯科 这是真正的义 这种叫非义之义 理是人人有的 但是要有分寸 用礼貌待人是理 如果过分 去恭维 去赞叹这个人呢 渐渐傲慢起来了 那这就非理了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不能不谨慎 不能不细心 信用很要紧 也要看状况 如果顾全小心 这是心的 因为顾全小信呢 却是了大信 那就错了 所以圣人 顾全大信呢 有的时候可以能够 放弃这个小信 这些呢 就叫非信之信 词 词 词爱 词爱不能过分 过分了 往往变成不仁慈 非词之词 这些都是说 你本来是好的 你用的不恰当 义是好的 你用错了 离是好的 你也用错了 信用是好的 你也错用了 慈悲是好的 你也错用了 佛家常讲 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 那 慈悲方便是佛家教学 最重要的方法 佛门常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怎么会慈悲变成祸害 方便变成下流呢 用的不恰当 不恰当 非词之词 非方便之方便 用错了 第五段 讲偏证 何为偏证 谢 律文一公 这是讲律言 出此相位 归故里 海内 娘子 如 泰山 拜登 由一厢人 醉而立之 吕公不动 为其仆曰 醉者 物欲交也 闭门谢之 欲年 其人犯死心入狱 吕公是悔之悦 是当时 稍欲计较 送公家 则至 可以小乘而大戒 吾当时 止于存心于厚 不畏阳臣其卧 以至于此 此 以善心 而先卧死也 吕文一公 这个文仪是士号 他的名字叫缘 绿缘 号 叫冯缘 他 他是浙江秀水县人 身在明朝 殷宗 镇同 年间 做过宰相 啊 这个人 非常之好 啊 是个好人 啊 是个忠厚的长者 啊 啊 那么他 大乡回家回家回乡的时候 回乡的时候 出此相位啊 这是 告老还乡啊 辞职之后 归以故里 还乡的时候 虽然 辞去了宰相的职务啊 他老人家的 德行 四一 啊 还内养智 如泰山白头 啊 就是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啊 啊 如同 娘母泰山白头一样 啊 这个两个是形容词 他说有一次啊 他遇到一个乡人 同乡的人 酒喝醉了 骂他 啊 旅公 不动 啊 听了这个 酒醉的人骂他了 他不动心 告诉他的随从 他醉了 不要跟他计较 啊 不理他 闭门 卸指 过了一年呢 这个人呢 犯了死刑 被关到监狱里 所以说 吕老先生 听到这一桩事情啊 啊 开始后悔了 他就说 是 你 你 昨天 想要 门 你 没有想到这样反而养成他的骨 一致于此 这种事情是善心做了卧死 又有一卧心而行善死者 再讲一个相反的 如某家大富 有这么一个大富人家 直遂荒 遇到荒年 穷民伯昼 强属于世 这个术是粮食 这个稻米 荒年 穷人 得天抢粮食 这个大富人家 他家里有粮 穷人到他家里抢粮 告知县 县不离 这个富人 向县福告状 县官没有理会 穷民欲死 这些穷民 这些穷民来抢劫的欲放肆 他家里 随 这些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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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即乱 这个富人 彼得没有办法 自己在家里头 撕泄 刑堂 把这些 这个抢劫的人 抓来审判 惩罚他 这样 把这个 这个抢劫 平定了 不然的话 这就变成暴民 会把社会治安 扰乱 这是举一个例子 他是以卧心 做了一段好事情 故 善者为正 卧者为偏 人皆知之 这大家都知道 其以善行 而行卧死 这叫正中偏也 以卧行 而行善死 这偏中正也 不可不知也 如果对于这些道理 四十真相 了解不够透彻 往往 我们自以为是善思 未必是真善 所以行善的 讲求可多了 第一下一段 说 何为半满 你行的善 这个善的功德 是不是圆满的 还是只有一半 一约 善不及 不足以臣民 悟不及 不足以灭神 这是举一经上两句话 善跟悟都是在靠要及 才这个报应才会先前 书曰 上罪观音 这是书经上一句话 商朝末年 罪孽 造的罪孽太多了 所以 物亡其意 灭了 应商 底下 用比喻来说明 如储物 余器 储藏 东西在器皿里头 轻而及之 怎么 我们很勤快 常常 累及 他就满了 谢而不及 现实懈怠 不常常 去及存 他就不会满了 此一说也 这个是 这个是 半善 满善的 一种 说法 这个说法 要知道 那就是 情而及 你的善 是圆满的 如果你 懈怠 偶尔遇到 行一点善 并不是 并不是把心 放在 这个利益 一些众生上 你做的这个善 只有半善 不能够做到圆满 这是一个说法 下面呢 又有一个说法 他举个例子 习由谋侍女 若四 这是说 从前 有一户人家的女子 到寺庙里 于世而无才 只有请二文 君二余之 诸悉者 轻微懺悔 这是一个贫女 身上只有两文钱 他把这两文钱 都拿出来 捐献给 寺庙里 寺庙的住持 主席就是住持和尚 亲自来 给他诵经 参会 即后入宫富贵 过了几年 这个女孩子 被悬到宫廷里面 坐了 兵飞了 享受人间的富贵 他带了 数千金 入室 这次到庙里面 大概也是来 还愿的吧 年轻的时候 在这个庙里面 常常到庙里烧香 许愿 这一生果然富贵了 再到庙里面 带了许许多多的财物 来布施 主身为令其徒 回向而已 这个住持和尚 不亲自给他回向 叫他的徒弟 代表 给他回向就可以了 因问于 这个女孩子就问了 无情 失情 二文 他说 我从前 年轻的时候 到这里来 我布施 两文钱 他说 师父亲自为我忏悔 今天我到这个地方来 带了几千两银两来供养 老师父你不给我回向 为的是什么 约 老和尚说 千者五岁不 而失心甚真 非老生清掺 不足报德 从前 你到庙里来 烧香拜佛 供养 念文钱 你的心真诚 我不亲自给你忏悔 不能报你的德 今天 你带的供养 虽然丰厚 你的心 不像从前那样的 真切 令人代参注意 我让我的徒弟代表 给你忏悔 就可以了 这个里面 我们要细细想想 此千斤为伴 而二文为满 你看看这个善 心真 心真 不时虽少 你的的 宪福是圆满 心不成 他做了 这个兵妃 这个我们俗话讲 做了娘娘了 免不了带着富贵 这个供高傲慢的习气 你的德 就损掉了 这个时候来拜佛 前乎后勇 不可一世 实际上 你修的福 才半山而已 下面 辽凡先生又举了一个故事 忠礼受担于旅主 这汉忠礼 拔先之一 他要渡旅动兵 教个旅动兵 电铁围巾 可以祭祀 你要想救济穷苦的人需要钱 他有一套法属 能够点贴成金 吕宗宾就问了 宗宾佛 我把这个贴变成金 还会不会还原 这个金又变成贴的 汉忠礼就说了 五百年后当负本职 他说还会还原 但是五百年之后 吕宗宾就说了 如此则害五百年后的人了 我不愿为 那我不干这个事情 我不许 约 这汉忠礼说 修宣要急 三千公恨 如此一言 三千公恨一满意 此又一说也 你看他讲这个半根满 举了三个例子 三种说法 所以我们自己要想一想 我们修善 积德 到底我们的善 是满善 还是半善 我们现前得的果报 是圆满的 还是有欠缺的 半就是欠缺 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 学佛的人 一般本质都好 心都好 非常可惜 他没有这个智慧 没有这个见识 所以 在理论方法上 有了偏差 往往修善 得的果报 不圆满 道理都在此地 我们不读这些书 你怎么能想得到 希望我们念了之后 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 一生所作所为 应该得什么样的果报 好 就讲到此地 感谢观看